各位錶迷你們好 我最喜歡以錶輪錶 我很擔心有些朋友介紹一隻錶給他 他說我未聽過 不知道是甚麼雜物 我覺得對錶是不公平的 因為每隻錶都可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而且有些錶 說真的 如果你不喜歡錶的話 可能你跟它說P.P.P.J. Philippe 可能它也覺得是垃圾 反而它覺得Roller才是好東西 對吧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看多些 接受多些 其實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錶的牌子 我本身也存了錶很久 以為對錶也很有認識 怎料其實很多牌子自己都是未認識的 即是拍片一路拍一路學 今天想介紹這隻手錶 就是意大利設計的手錶 就叫Fonderia 它也有官方網頁 帶大家去看看 今天這三隻錶其實都是機械錶 錶徑42mm 就是潛水錶 不是潛水風格的潛水錶 真的是潛水錶 因為它的錶面也寫著 是200米防水的機械錶 真是猜不到 我起初還以為是機械錶 但是機械是錶 它就有這個紅色的單向旋轉外圈 看起來真的有點像Tudor Black Bay Burgundy的版本 即是最早那一代Burgundy版本 我很喜歡這隻錶的時分針設計 其實它兩支針中間的位置都是流胸的 但尾部分針是長方形的棒形 好像魔術棒 然後時針是一個大箭嘴 而這個箭嘴也呼應它的單向旋轉外圈 十二時位置的箭嘴 是有點呼應的 蠻棒的 我現在正在調整這個星期和時間給大家看看 我正在調整時間 看到它的秒針繼續走 即是沒有停秒 沒有hacking 這個機械是Miotar的機械 稍後給大家看看它的底部 因為它也有做透明底部 就看到機械了 也有screwdown crown 上鎖的錶罐 因為它也有二百米防水 雖然有些二百米防水也未必有screwdown crown 但起碼讓你安心點 它是配上這條很復古的皮帶 扣子也有寫到Fonderia這個名字 所以這隻錶看起來真的挺漂亮的 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到機械打磨是一般的 它有做透明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機械也寫明是Japan Movement Miotar 的機械來的 它的鎖也看到這個墊嘴 即是這個Logo 這個Logo 就在鎖上顯示出來 在那個錶圈那裡 以及這個時針也看到 我覺得它的錶面 真的吸引錶底 我會覺得 給大家看看夜光 當然也有夜光的 即是說得潛水錶 沒有夜光真的說過 雖然這些錶的價錢也非常實惠 戴上我7吋的手腕 這隻錶話畢竟是42mm 也有一定的份量 而且看起來我也覺得挺帥 其實Fonderia這個牌子 沒有記錯是2016年才成立 也是挺新的牌子 它的理念是說它也喜歡出一些 復古味重點的手錶 所以你看到這隻錶 其實它也有挺強的復古味 除了剛才那個紅圈的版本之外 還有這兩個黑圈的版本 配搭了不同顏色的啡帶 也有剛才那個灰帶 味道又不同 但你說搶眼的 當然是紅圈的版本 機芯各方面是一樣的 也是Miyota機芯 或者我兩隻拍攝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分別 即是啡帶和灰帶的分別 它帶有很多孔孔 令到你 都不其然覺得它是復古味 是很強的 我現在就三隻排開 亦都要給一個 那個錶盒給大家看 這個盒很特別 是金屬來的 它有一個扣 打開 就可以放一隻錶進去 我覺得以一個 這個這麼小的牌子 我會預期給我一個很小的紙盒 但原來它有這麼漂亮的鐵盒 就算你不擠錶 你擠一些東西 我覺得都非常棒 我現在就 再一次給大家看看 最後當然要說一下價錢 大家看到了 它的定價是2580港元 這個價錢 我覺得不貴 為甚麼 意大利設計牌子 200米防水 還有藍寶石水晶錶鏡 用MIOTA機芯有透底 這個定價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其實很多日本手錶 就算用MIOTA機芯 都未必有藍寶石水晶錶鏡 甚至SEIKO也未必有 但它現在2510港元 已經有 而且外形真是挺好看 但說得這些錶當然有折扣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到尖沙咀重慶大廈地庫 IN WATCHER 相信你看過這條影片 看過這個channel 一定會再多優惠 其實我有理由相信 其實根本這些錶都是1000多元 即2000元也不用 應該 那就更加吸引了 而且它的盒子 真的挺漂亮 我經常覺得 有這個盒子 真的可以裝其他東西 裝你的 錶的工具 螺絲批 都挺過癮的 因為它很適合 這個也是一個金屬盒 好 希望大家 都喜歡不同種類的手錶 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片 未訂閱的 麻煩大家訂閱 按LIKE 以及留言 對我來說 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找多些隱世的標課 以及像今天這個 新進的牌子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集 拜拜